嘿,各位朋友,听说了吗? 寒假到了,大家都跑去哪儿了? 对啦,去旅游啦 这步,新宇航空都快笑开花了 一月的营收数字简直闪瞎眼 达到了24.81亿元 创下了他们的历史新高 比去年同期猛增了63% 猜猜看,这笔钱主要从哪儿来 没错,就是客运服务 拿下了总营收的大头 22.24亿元 比上个月增加了6% 比去年同期飙升了59% 看来,寒假一到 大家就是想飞出去看看世界啊 汇运也不错,一月收入1.45亿元 连增69% 主要是因为运往每周的货物量增加 虽然运价有点小跌 但新宇航空灵活调整 染了不少生鲜货物 保持了货量的稳定 后来说回来,新宇航空还有大计划呢? 他们看中了日本的二线城市旅游市场 打算深耕日本航线 2月1号开始飞韩馆 接下来3月31号还要开台中 往返高中的包机航线 这波操作明显是要吸引更多旅客 让营收持续向上攀升 而且,别忘了 新宇航空的服务也是杠杠的 他们在桃园机场第二航煞的自家贵宾市即将开张 保证让你等飞机也能享受五星级待遇 最后,还有个好消息 新宇航空即将迎来第5架A350-900飞机 3月份就能投入服务 届时台北往返旧金山的航班将天天飞 整个机队规模达到22架 命力直接提升近百分之十 看来,新宇航空是真的要在天空中大展拳脚了